湖北省政府被書長別必紅9月4日落馬 他擔任湖北省長王曉東的大管家已經超過3年 王曉東試圖受江派2號人物曾慶紅提拔 他的江西邦舊主前江西省委副書記 貴州省委書記劉芳人 在胡錦濤主政後立即被查處 中共病毒疫情爆發後 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 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迅速被免職 受外界關注別必紅落馬 很可能是王曉東出事的先兆 9月4日中紀委官方網站 引述湖北省紀委監委消息通報 湖北省政府秘書長黨組成員 省政府機關黨組書記 省政府辦公廳主任別必紅 涉嫌嚴重違紀和職務違法 目前正接受湖北省紀委紀監的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公開簡歷顯示 別必紅 藍 1962年1月出生 漢族 湖北先途人 2017年7月到現在 任湖北省政府秘書長 黨組成員 省政府機關黨組書記 省政府辦公廳主任 2017年1月 王曉東出任湖北省長 半年後 京門市委書記別必紅 悲體不為湖北省政府秘書長 省政府辦公廳主任 成為王曉東的省府大管家 到目前為止已經超過3年 中共病毒疫情在武漢爆發後 2月5日 習近平出席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委員會第三次會議 他在講話中提及 一些地方和部門 面對突如期來的疫情進退失措 出台的一些防空措施 招令直改 一些地方 甚至出現了嚴重妨礙疫情防控的違法犯罪行為 群眾對此不滿 在這次會議之後 湖北開始啟動地方問責程序 紅十字會和多名武漢市官員 被問責甚至被免職 同時 中共中央政法委書記陳一新 南下擔任督佔湖北的中央指導組副組長 而國家衛健委副主任 中央指導組成員王賀勝 就轉任湖北省常委 兼省衛健委主任 一個星期之後 2月13日 湖北省委書記和武漢市委書記換人 分別由上海市長英勇 和濟南市委書記王中霖接任 而被免職的蔣超良和馬國強 就缺席交接大會 在中共病毒疫情全面爆發之際 1月23日武漢封城 但在1月21日 湖北省還舉辦了新年團拜會文藝演出 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和省長王曉東等 一起亮相 意圖營造喜慶氣氛 官方報導顯示 男演員易漢將長途奔波 感冒在身 等候出場的時候全身發冷 還有女演員感冒被塞 帶病帶傷參加演出 這個消息引發輿論憤怒 1月26日 中共湖北省政府召開有關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 湖北省長王曉東 省委秘書長別別紅 和武漢市長周先旺都出席了發布會 台下的記者都戴著口罩 但是台上的省長王曉東就不戴 而省委秘書長別別紅就戴錯了 把鼻子凸出來 武漢市長周先旺就反轉來戴 王曉東在介紹醫用口罩的時候 剛剛開始說 湖北省生產醫用口罩有一定的優勢 湖北省先途市年產108億個 過了一陣 台下帝子仔上來 王曉東改口說 剛剛說的是口誤 是18億個 放下帝子仔 他讀稿的時候 又再次改口說 生產108萬個 是萬個不是一個 公開簡歷顯示 王曉東 1960年1月出生 江西信封人 2016年4月開始 以湖北省委副書記身份 兼任省委政法委書記 並且相繼兼任常務副省長 代省長和省長 長達一年多 直至2017年7月 早在今年2月 熟悉中南海正程的消息人士 向自媒體驗明時評披露 江連行操控上海幫生物圈馬仔 掌控武漢病毒研究所和P4實驗室的同時 江澤民集團 經營湖北和武漢官場10多年 湖北省和武漢市高官 幾乎都是江派心腹的人馬 消息人士披露 江澤民和曾慶紅 為了掌控湖北官場 在中共十八大前夕 部署了李宗鴻 王國生和王曉東三名省部級高官 接管湖北官場 這三人都是江派的系人馬 江澤民和曾慶紅這個部署的目的 是將湖北武漢 建成為薄熙來主政的重慶之外的 第二個政變基地 時政評論員李燕銘分析 中共病毒疫情在武漢爆發後 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 和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 迅速被撤職 而對疫情防止 負擔實際行政責任的湖北省長王曉東 以及武漢市長周先旺 反而到現在都未被查處 很可能是習當局 為穩定湖北武漢官場 以及為政務交接預留緩衝期 現在湖北省政府秘書長別必洪落馬 很可能是江慶紅馬仔 湖北省長王曉東出事的先兆 在福山市有些人的 發生在福山上 出事後 有一個人的 從來 出事後 發生在福山上